地域随着MeToo风暴延烧 演艺圈不断传出多位男艺人翻车 先是许杰辉又胜 19日又爆出一项形象良好的黄紫娇 竟然也曾抢吻少女急逼拍裸照 随着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许多受害者也纷纷站出来为自己发声 不过20号晚间 一名抖音网红耀乐在网上爆料 5年前和严雅伦交往过 当时还被偷拍性爱影片外流 造成心理极大的伤害 他在发文中表示 5年前因为发现严雅伦的小账 好奇送出了好友邀请 于是两人开始聊天井而交往 完全把对方当成白马王子 而文中写下我的第一次给了你 在16岁的时候 期间你有尝试在心爱时拍摄录影 我很严肃的跟你拒绝 你也很常自己先起床 看我还在睡就不管我的感受 执意进入 当时的我却以为 这就是情侣交往的必经之路 最可怕的事情是趁着我不注意 依然拿手机偷拍录影 耀乐指出交往期间 曾经接过严雅伦同事交往的对象打来的电话 一堆这样的事情短短半年内持续发生 后来双方也分手了 2018年中秋节前夕 耀乐发现两人的心爱影片外流 因此被迫休学 待在家好久不敢出门 所有工作也一瞬间停止 感觉人生好像毁灭了 指控严雅伦当时只是轻描淡写 甚至还跟别人说 如果耀乐选择爆料的话 当时要请黑道解决 2018年11月 严雅伦被爆出三批事件 耀乐表示当时因为考量真心爱过 所以选择保护对方 他表示这份爱换来的是抛弃 最后被当成一个垃圾丢在一旁 耀乐喊话这件事情五年 这次轮到你出来站在前面了 并附上一张16岁时 拍给严雅伦报备形成的照片 被他用来发文的画面 爆料一出也在网上引起热议 而没多久 严雅伦也发文承认这件事 并感谢耀乐愿意说出来 让他有机会面对 心里一直很害怕的不定时炸弹 文中写着过去的自己 在感情上有很多偏差和扭曲的做法 彼此的交往是很珍惜的一段感情 这几年和耀乐断断续续都有联络 也给予彼此支持 2018年私密影片外流时 也尽最大的能力请律师协助下架影片 严雅伦表示在周刊爆出三批事件 后自己花很多时间做改变 最后也想要乐喊话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愿意在当面跟你道歉 也愿意陪你走过一切伤痛 并进行后续能弥补的一切 声明一出粉丝也在底下留言 肯定他勇于面对并说加油